美國媒體爆料 拜登政府有意比照 烏克蘭模式 提供台灣5億美元的軍備 但花了190億美元的武器 都還沒交貨 但他們給他們介紹的F-3屬戰機 還是掛彈無人機 真的嗎 聽聽就好了 大家心裡面都有一把尺 你想想看 會不會付出很大的代價 會不會付出很大的代價 國防部這麼說 他們有在軍事座裡面 有武器裝備延宕 會把現貨或者以其他替代方式 先做一個救急或彌補 美國尋烏克蘭模式提供軍員 難道是代表台灣篤定 成為下一個烏克蘭 國家的領土 我們要把給守護好 美國是希望進行島內決戰 那最好是烏克蘭式的巷戰 那美國會照他自己的意思 提供給台灣的武器 可能我們國防部 也不是很願意買單 那美國就說那你不付錢 我就用這種軍員的方式 硬塞到你嘴巴裡面去 會這麼擔心台海 開戰不是沒有原因 包括美國陸軍戰爭 學院前國安國恩歐布萊恩 以及民主黨眾議員莫頓都說 如果中國入侵台灣 美國應該直接炸掉台積電 而美方三度揚言摧毀台積電 蔡總統卻門不吭聲 各界炸鍋痛罵 美國各界憑什麼認為 可以炸毀其他國家的民間設施 甚至連美國股神巴菲特都讚揚台積電是世界上最好的半導體公司 但他不喜歡台積電所在地 甚至說在日本投資會比在台灣投資更放心 諷刺的事就是美國把台灣搞得兵兵戰爲 卻讓美國商人都怕得必而遠之 記得葉維林去掛號SNG小組台北報導